上個星期我們主要是講到第三次上課 主要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個星期我們就開始 做了幾個比較重要的動作 包含自己寫VBA的程式 有別於錄製劇集 因為錄製的話是Excel幫你產生的 那其實他錄製的就是他會去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相關動作 而產生出來的程式 但是我們自己寫的VBA 實際上只是 做幾個操作 包含就是說我們就把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另外的話再配合一個 迴圈 把那個所有公式 逐一逐一的 把它做個變化 就類似像這樣 上個星期的相關重點 比如我們後來有改了一個叫 151的結局掛物資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假設按下這個按鈕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些公式 分別填到這個範圍裡面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知道說 如何去把公式 丟到某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丟到這個儲存格 OK公式 公式在上面 這串公式如何把它丟到 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還有印象 那我們是用Sales Sales 刮鬍後面跟他講說哪一列的哪一欄 比如說我要的是 第2列的B欄 那你可能就要把那個程式給寫出來 然後輸入公式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把你原來有的公式 直接就填到那個 等於雙引號裡面 記得如果假設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要用記事本把它取代成兩個 這個是一個簡單規則 為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 VBA本身那個雙引號的作用 就是 當成是 文字的開始 文字的結束 那如果你公式又放進去他會錯亂 那怎麼區別很簡單 把一個變兩個 這個簡單規則 那做完一個之後 我們再把它改成回圈 FOR回圈 FORI 等於第2列到第10列 然後分別把這個 範圍的公式填到 填過 填進來之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面的列號 因為公式呢 必須要 把底下的這個公式 本來A2 要把它變成A3 那A2變A3 A3總共有四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你變成把I要 串在這個 這個公式裡面 但是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你變成要串在裡面 所以將來呢 你要把一個公式 串在 把變數放在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一個口訣 酸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AND前後要空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公式 逐一的 把它做輸入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我們清除掉 輸出 OK 那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他就自動幫我把這個結果 給輸入進來 清除 OK 那當然呢 你前面這個錄製劇 其實 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差別是 一個自己寫的 那一個是 錄製的 OK 雖然結果都一樣 那你說哪一個好 將來呢 大部分 如果你會寫的 程式的話 你就自己 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寫完之後再來改 有沒有 其實兩個都可以 那一般是說 自己就搭配啦 看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東西 你不太會寫 沒關係錄製看看 他會幫你產生程式 那錄完之後的話呢 你再加一些註解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提到 你們在切到那個 我們 上個禮拜的這個 手機的這個 範例 有沒有 那這個手機範例 我們本來也是一樣 輸出公式 有沒有把它輸出到 12 一直到 Ctrl向下 12到101 有沒有 這個範圍 那 清楚也是一樣 OK這個其實跟 這個剛剛的那個範例差不多 但是會有個問題 上個禮拜最後講到 就是說你輸入了假如設置一個公式的話 你看到一個結果 那他其實就是把公式丟進去之後 他會把結果產生出來 可是會有一個 兩個比較大的缺點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丟進來的資料 理論上會比較多 公式一大堆 所以會造成你將來存檔的時候檔案會變得膨脹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你資料比較多所以跑起來也會相對 比較慢一些些 所以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接下來看 如何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說呢 你輸出的結果 OK 輸出結果 這個是輸出公式對不對 那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下面這個按鈕 按下他之後的話 他要看到的 就不是什麼公式 而是 最後的結果 OK 那你 最大差別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啦 字數變少了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 執行效率相對也會比較快一些些 你說老師那什麼時候該這樣做啦 其實當然你會覺得效率慢的說你再做 如果你覺得 OK跑得不動 那不改也沒關係 那前面的方法相對比較簡單 為什麼因為其實就是把公式丟進去 然後向下 讓他做填滿的動作而已 那這個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 Excel裡面的 這個函數 跟VBA裡面用的函數 其實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如果 假設你要 把 剛剛的這個門號公式 轉換成門號 這個SUB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你就要想想看 到底 它這個裡面 Excel裡面用的函數 那我應該用哪一個VBA的函數去取代它 上禮拜我馬上有講到 用4Mate 最後我馬上有講到用4Mate 輸出結果 用4Mate 可是你想說老師 你怎麼會知道用4Mate 所以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呢希望能夠 找到哪一個函數 VBA哪一個函數 那可能還是需要怎麼樣 這個有個簡單的技巧 就是說 當然坊間有一些 VBA的函數書籍 有一些什麼 VBA的 類似像函數的字 那個字 但是如果你不想買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 記得一招 我好像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按 在 VBA 點4Mate 4Mate上面按 F1 F1的話 就是 有點像 把那個說明檔叫出來的意思 F1以前就是help 好 那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會跳出一個網頁 那裡面的話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 4Mate的函數 該怎麼去使用 底下有一些說明 底下有一些桌面 當然這個說明比較致視化 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適應 我們在此大概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 因為其實 這有時候是寫給工程師看 但我們看會蠻熟悉 因為它 格式都蠻固定的 我一看 那當然幾個重點 就是你應該給它哪些參數 它下面會跟你講 有沒有4Mate 它跟你講說 你必須要給我這個 第一個 如果沒有中瓜阿福的話 表示說必要的 你必須要給我一個敘述 然後必須要給我一個4Mate 那我會幫你把格式化的結果 幫你做輸出 以下都有說明 然後 另外除了說 可以 按F1 找到這個4Mate函數的說明之外 你如果想要找到 所有VBA的說明的話 其實你可以這邊上面不是有這一層嗎 轉換函式 然後你可以 再點這個函式 函式的話 指的就是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它到底 有哪一些 然後他幫你分類 比如有轉換函式 可是你會發現 它這邊翻譯成叫函式 底下又翻譯成叫函數 那你會confuse 到底這什麼 一下就函數一下函式 其實我的理解 其實函數跟函式 它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英文意思就是function OK 可是你會發現 這邊的翻譯真的很爛 上面叫函式 下面你就叫函式 它又不叫函式 下面又叫函數 搞得很亂 其實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翻譯真的不太好 所以你以後看到函數函式 我的理解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假設 有別的答案你再告訴我 我看N變的 我發現其實是講一樣的東西 英文就是function OK 然後它有這些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想要徹底了解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這邊 可能要逛一下 那你說老師我裡面可能暫時看不懂 你看得懂你先看 你看不懂你先跳過 慢慢的慢慢的整理一下 像我剛開始學習就是整理筆記 剛開始學習整理蠻多筆記的 VBA裡面哪些函數 那我至少說我將來要用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我解決哪些問題 OK 那還有 還有 還有上一層 你會發現現在還有參考 你會發現這裡面其實還蠻多的 它有點像一本電子書 參考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點擊性 這邊還有很多 其實函式 函式是其中一類 其他的還有像一些什麼 自圓組 常數 資料 形態 等等的話 還有一些要用物件 太多了 OK 等於就是說包羅安像一個電子書 OK 雖然他翻譯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 可參考性還蠻高的 如果你將來有些 VBA裡面不懂的部分 我建議 你要按F1 稍微至少看一下 你說老師 如果有些還是不太懂 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再用Google 或者另外有一個用ChargeGPT 現在大家蠻流行的ChargeGPT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貼到ChargeGPT裡面 看看ChargeGPT裡面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ChargeGPT其實還蠻好用的一點 就是它會幫你寫程式 這是絕對肯定的 而且寫出來程式 基本上還是能弱的 只是說有一些程式 會有一些小bug 或者說寫出來程式 可能大概符合你的需求的部分 可能頂多只有八成 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 會看得懂VBA 也會做簡單的修改的話 那就可以自己再動手改一改看 就可以比較符合 你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 網路上有人討論說 我只要ChargeGPT 我以後就不要找人家幫我寫程式 或者說 自動會 問題是他給你的程式 你要看得懂 而且至少你還要知道貼到哪邊執行 如果有bug有錯誤的話 你還要知道怎麼解 不然你連這些都不會 即便機器人給你答案的 但是你還是不會用 我發現應該蠻多人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未來 甚至我覺得 你們ChargeGPT應該都知道 ChargeGPT應該是目前 滲透率最高的一個服務 因為他很短的時間幾乎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聊天機器人 ChargeGPT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其實網址還蠻好記得 他叫什麼 Chat 聊天 CHAT CHAT 然後 點 openai.com 當然你又可以 Login 你看你要用Google帳號登入 還是用微軟的帳號登入 登入之後你就可以把問題貼到這邊來 我發現 試過 其實他寫出來的程式 其實還蠻堪用的 比如說你可以 用你的email登入 或者你的Google帳號登入 或者你用微軟帳號登入也OK 因為這個ChargeGPT雖然是 有一家公司叫 OpenAI這家公司創 但是 他背後最大的金主 其實就是微軟公司 而且微軟公司把 所有的很多的資源 通通都把他灌到 ChargeGPT裡面 尤其是 有關 這個程式撰寫的部分 他幾乎給了很多很多的資源 OK 好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就來看 請各位 請各位再開啟另外 上個禮拜做的 第二道題 E51這一題 我們上個禮拜 寫了VBA 還記得吧 這邊 有沒有 刮鬍是算輸出 然後這邊清除 但是最後 今天假如我希望 再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名稱 我不要叫刮鬍自算公式 這個公式不要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 類似喔 按下刮鬍自算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輸出的是 一串公式 就是 把這個公式 丟過來之後 向下回圈跑完 但是問題你看到的上面其實就是 一堆公式 那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丟進來的 不要是個公式 而就是結果的話 那 該怎麼辦 OK 這個可能又比剛剛那一道題更困難 為什麼 你要怎麼樣 找到什麼呢 其實這邊主要的難題就是 你要把 Excel裡面的函數 改成VBA裡面的函數 然後在VBA裡面寫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出來 丟到出唇歌裡面 才完成 那首先的話當然 因為我們在Excel裡面 用了三個函數 一個是File函數 一個是Mid函數 一個是IfA函數 這上禮拜做的 應該還有印象 這還蠻重要的 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 尤其你要找的資料 剛好是在那個 不確定位置上面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需要用File 然後配合Mid 配合Efile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要把它改寫成VBA 那我要找到 到底VBA用哪些函數 可以取代 現在Excel裡面上面的公式 這個就 比較麻煩 OK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假設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不要用輸出公式 而是我希望 再增加一個按鈕 也許叫刮鬍字 然後它輸出 就是 最後的結果 空的就空的 然後有就直接把 第三屆觀音 帶到這邊來 那程式該如何寫 請各位先試著把 上個禮拜的151 刮鬍字案這一題 先打開一下 待會我們接著繼續 再來看 如何做取代動作 OK 如果剛剛講的這東西 假如你還是 有點似懂非懂 有沒有 還是有點好像做 好像不太熟 那我建議回去 各位一定要 動手再做過一遍 那怎麼做 很簡單 你把那個空白的檔案打開 然後是 試著把我們上課做完的結果 你也再做過一遍 包含 第一個 函數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上面的 Find Mid Effect 串起來變成一個公式 這是第一個step 所以回去可能 你要自己考自己一下 這是複習step 然後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再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到這邊 產生一個叫去期的一個工作表 然後用錄製的方式 產生清除 跟產生 這個結果 有沒有 那實際上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重複做的話 其實你可以變成兩個按鈕 按下這個 它就自動出來 按下這個 它就會把它清掉了 這個是錄的 這不是自己寫的 第三個才是什麼 自己寫的 把這個範圍輸出 把這個範圍清掉 OK 這個是 上個禮拜 講過的內容 OK 因為講過了 所以 可能我就 重複講 如果你假設 好像 老師我都忘了差不多怎麼辦 沒關係啦 回去再自己再花時間 OK 我把它錄影下來 就會放在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這個部分不太熟悉 應該是在論壇 教學論壇裡面 雲端上面的教學論壇 然後你打開之後的話 應該這個連結 假設你有加進來這邊就有第3次上課 其實這邊都有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打開來 上個禮拜的影片 總共其實是有7段影片 就剛剛講的內容 OK 當然我講過了 城市其實 比較麻煩的地方 不是知不知道 而是 熟不熟練 OK 因為很多人 其實大概都知道 但是問題 不熟的話 真的要拿來用 還真的常常卡來卡去的 因為很多同學 常常都是會說 老師我學很久 為什麼還是一直 沒辦法 真的發揮到公司 我市場常常會 那當然應該就是 我覺得啦 應該就練習不太夠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強迫自己練習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把一個空白檔案打開 然後呢 把剛剛講的東西 試著填上去看看 如果你填上去OK 那表示你應該是熟的 但如果你填上去 連想都想半天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應該還不太熟 最好是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那我第一堂課講 就是能夠真的 把這個函數 有250幾個 能夠 很 直覺的 有沒有看到什麼 馬上可以想到哪個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把它 做 馬上 就可以把你的問題很快解決 我想這樣來處理事情 應該 就會非常有效率 OK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來看 剛剛講的那一題 OK 喔 OK 喔 OK